幸福于美食江湖 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哇 这个是馄饨吗 这叫馄饨 这个好小啊 这个 哇 这个馄饨太可爱了 它其实这个形状跟普通的大馄饨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这个体积真的太小了 好袖珍啊 对 阿姨 这个我觉得很可爱 我跟您学学好不好 这皮就很薄 就是很小 这里头什么馅的呀 萝卜 这是萝卜呀 萝卜和葱花 这一点点 就是两个指头一捏这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 这手这样过去 然后就这样过来 那就这样 不错呀 使劲一捏就好了 对 在一寸健方的面皮上包馄饨 真可谓指尖上的艺术 所以也被人称为针尖馄饨 钱钱告诉我 按照韩城人的习俗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馄饨 而且要从初一一直吃到食物 讨个团圆美满的好彩头 韩城馄饨不仅长相小巧出众 吃法也堪称独一无二 包好的馄饨要先入锅蒸熟 吃之前还要拿出来用热水烫一下 然后浇上白菜 菠菜 黄花菜 虾米等汇聚的猪肉臊子 你看 谁说韩城馄饨馅馅料太少 原来都在臊子里补齐了 这个一个馄饨 好可爱 吃一个馄饨 然后我们可以吃一个糖蒜 这个改口的 我觉得虽然里面的馅特别少 但是你能吃出那个味道 很鲜美 一点点 这是我见过吃的最讲究的 浇扫子的馄饨 对 纯手工的制作 颇讲究的吃法 韩城的民间高手们 在这个美食江湖 展示自家出神入化的十八般武艺 我想他们不仅有看家的真本事 更怀揣着一颗韧性的酱心 并用这种韧性 让古城的游客品尝到最极致的美味